很有名的观世音菩萨 在沙坡世界度众生 他原来就是佛啊 他是什么佛啊 正法名如来 他本来就是佛的 因为他有愿望来度这个沙坡世界的众生 所以他才叫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就是一个佛业 这三个字就是佛业 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吧 观世音菩萨 这观世音三个字就是佛业 你们谁知道观世音为什么是佛业 谁知道 来讲出几句话就可以了 上师们知道吗 观世音为什么是佛业 因为观自在 观世音也是观自在没有错 是没有错 但为什么自在 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师父教我的 你知道吗 声音可以用看的吗 观世音耶 观就是用眼睛看 世间的声音耶 眼睛看声音 你怪不怪啊 声音是应该听世音菩萨 闻世音菩萨 为什么用观世音呢 观是用眼睛看 下次有上师没来的 你就问他这个问题 为什么观世音是佛业 他因为他没来 也没看网路 没看也没有看 观世音为什么是佛业 看他怎么回答 他一定答不出来 答不出来你说 你当什么上师 老夫就赢你 就给他一个下马威 声音 声音用眼睛来看的 你听过声音用眼睛来看的吗 是耳朵听的 还是用眼睛看 我叔父告诉我的 那个就是佛跟佛之间 佛跟众生之间 他们的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只看你的声音 他能够看到你的心耶 看到你的念头耶 我身上那些笨小子 那个小偷啊 强盗啊 这个打狂瑜的 骗子啊 在佛师爸面前这样子 肯虔诚地跪下来 祈求观世音菩萨 让我这个骗人能够成功 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 诈骗能够成功 他早就看到你是诈骗的 早就知道你是诈骗的 你是骗子 他早就知道 你是这个好像是说小偷 你是骗子 你是杀生的 你心无善念 他都看得很清楚 你不要以为他 你这样子骗他 观世音菩萨都可以看到 你讲的话 你讲的话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本身 完全用他的这个心念 就可以知道众生的 所有众生的心念 这是大智慧啊 真的是大智慧 这个才叫做播音